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留意剛才星期的新聞 以至幾個月前一直斷斷續續的消息 其實姓氏提反女子中學 有一個計劃想變成直資學校 但也有很多家長和舊生 相當關注 反對的聲音也很強烈 究竟在這個時間 在2013年還轉直資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什麼擔心 有什麼憂慮 其實有很多學校變成直資 為什麼姓氏提反女子中學 現在才會想直資呢 如果要做的話 其實有什麼問題 是家長和舊生擔心的呢 我們今早找了兩位家長 一位舊生 再加上 我放了一架很久的客席主持 孫柏文一起聊 喂 早晨 早晨 孫柏文 放完家了 這裡有兩位家長 一位舊生 我不敢猜哪位是家長 哪位是舊生 因為有些家長也是舊生 怎麼稱呼 胡小姐 胡小姐 你不是舊生 我是舊生 你又是舊生 又是家長 即是你是兩天母 這位一定不是舊生 這位一定是家長 我是Patrick 你好 你好 胡小姐 你是舊生 我叫Sophia 你好 我們今早就一齊談談 聖事罪犯女校 要變成直資的擔心和憂慮 我見到你們有很多資料 最近這個星期也多了很多消息 我見到一些面書群組 直資學校的計劃 其實我印象中的校方 是不是很久之前都曾經提過一次 然後2008年有些宣布 到現在又再有第二輪的諮詢 我說不夠你們熟 因為我都不是讀聖士台灣學校 不如爸爸先說吧 好嗎 其實舊生可能會比較熟 我的理解是2008年校方公開宣布 他們不會轉直資 Sophia也可以補充 你介不介意說你舊生了多久 其實我是10年中七畢業 他宣布的時候 我那時候純粹是在報紙知道了 我也沒有詳細去理解 你那年會考是不是 是的 我只知道楊太那年校監 就說我們不轉直資了 那時候其實討論了多久 其實那時候好像沒有公開討論過 沒有諮詢會 純粹走出來說我們不想 我想他們內部研究過 校董會談過 就是牧視了支持變直資的家長和走生 我想這樣 我們先講歷史背景 然後我們可以討論現在的問題 2008年的時候有這樣的宣布 其實可以說是第一個階段的完結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第一階段 我想是他們自己談過 上一個階段的完結 中學有一個新校長 中學有一個新校長 我轉了一個新校長 新校長何時來呢 何時來呢 2011 即是你畢業後的第二年來 是的 這個可能是很關鍵的點 會不會有一個新的管理層 所以會有新的立法 校長轉了當中 校董會的成員都有轉變 以我所知 因為我們校董會裏面有PTA 每年都選 所以又人事變動都很正常 以前校長都真的反對 那時候都是反對 以前的校長是反對的 還有一個這樣的背景 我今早除了想討論你們的個案 當然你們會很關心很關注之外 對我來講 或者對很多家長 學生來講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要看大一點 分兩個層次看 第一就是譬如這個區 我們講中西區 講到區 那個問題 這裡的校網 其實是怎樣 如果你們轉去即職 會有什麼影響 這個是固執言很重要 這裡我們可能已經夠討論 一部分 第二部分 我反而想講 其實直資學校這件事 本身 為何會令到別人這麼多擔心 這不單止只是影響你們學校 而是可能影響很多學校 有些學校可能還在想 譬如我知道 有些歉恩 剛剛轉了無奈 也有些學校說 可不可以直資轉回頭呢 有談過 但永遠談不成功 所以似乎轉了就是直資 是單程路來的 少變得回頭 這個可能更重要 這個可能是影響全港的 就不只是影響中西區 所以我想我們可能 又拍到屋蘭市里出發 然後看中西區 然後再看整個香港 他可能那個想法會全面些 還有對觀眾 其他人來說 那個意義會比較大 同意 我想有這個小小的背景了 胡小姐你作為家長 你最大的擔心是否 可不可以先說出來 其實你給家長這樣看 我們知道看到 這間是一個傳統的 就是津貼學校 本身是做得挺不錯的 現在轉了 那好吧 裡面的課程 我們都看到了 你的意思是現在轉了 是未轉 假如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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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跟隨著一般的直資學校 他的課程會偏深了 會加深到有機會 會難了 會難了 因為他要生存 他要有個空間要生存 這個我覺得是影響小朋友的 難了的意思是 等於他最終 你知道很多人 很虛擬地看 中學最終的目標 就是將這些學生 提進八學 其實如果進八學 那個過程 或者是出來做事 有個考試 那你的心臟是否 等於他考試會難了 我補充一點 因為早前 難道我跟PTA家長 那些直資的名校談 很多家長跟我說 他們覺得他們學校的優勢 就是二年級 讀三年級的書 讀高一級的 甚至讀高兩級的 因為很多家長 尤其是直資的家長 都是覺得需要贏在起跑線 而這件事 我是不同意的 因為我們傳統都是 二年級讀二年級的書 我同意你的說法 如果個個都是 如果個個都是 二年級讀四年級的書 到時那些四年級的書 就會變成二年級的書 是不是可以PUSH學生 四年級再高一點 你的經驗越來越新 是啊 因為你是贏在起跑線 你以為是好 你以為是逼吹逼小朋友 其實明明呢 不斷競爭 不斷競爭 是逼他們 兩隻競爭是好 但是不是無止境 一定要好好好呢 是無限的 因為我見網面書 成了廣傳 你說四十年前 那些小陸畢業的考試卷 是很深很深的 相比現在好像淺重很多 可能他說 我想回去那個 舊系統 舊制度 那是不是真的對小朋友 當時小朋友 可以處理到的 宣谷 你等兩位家長說他的關注 我想第一個就是課程加深了 那個課程加深了 我補充多一句 正如剛才Patrick說 學校的機會就是教 現在本身小朋友一年級 但我教一年級學期 或者教快一個學期二年級 但之前真空了底在哪裏 誰去教呢 那個責任就落在家人身上 家長身上 因為譬如我聽到有家長 之前說歉恩 他說小朋友是小一入學的 跟他說 你們要準備自己小一 上學期讀了他 我們進來就教了下學期 壓力轉移到家長那裏 對 那還有呢 還有沒有其他的擔心 我想我們先聽完 聽完這些擔心 其實我同意阿孫珊同 剛剛說中學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盡量令到多些學生入大學 但我的意思是 如果去令到學生去讀多些書 是中學才開始的事都未遲 不需要小學二年級已經 那麼努力去讀心一級 我意思是這樣 你意思是太早起跑了 在小學那裏 因為如果轉了直資就會有這個問題 他可以這樣做 其實其他學校都會一條龍 很多時候 其實學校 因為我沒有兒子 我覺得 因為學校講的兩方面 有一個矛盾 第一是 他想令到學校的成績好一點 成績好一點的定義就是 在公開試考得好一點 但另一方面 他又說 希望多一些小學的 幼稚園的學生 都升上去小學 小學多一些學生 都升上去中學 那些讀讀一下 原來學校發覺 他們的水平跟不上 那怎麼辦呢 你答應了給他們升 但如果在大體來說 他便拉低了學校的平均成績 所以我不太明白 學校如何處理這兩個矛盾 是 好 Sophia呢 你作為舊生呢 我作為舊生 其實你讀完了 是 很興奮 我不用考這個問題 都是 但是那時候 很自然就會和同學一起 很關注這件事 就是覺得 其實都關於學生的事 師妹就是 我們小學都轉直資 那你五歲已經要考入這間直資小學 那是怎樣考的呢 其實 就是難道是說 我寫字寫漂亮一點 我的感覺選你 其實我們都相信 是看回你的家庭 那你要願意申請才行的 那你申請直資小學 那是怎樣競爭呢 我知道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statement 裡面其中一個擔心點 就是說 因為直資已經有一個品牌效應 你一說自己的行業直資 那已經有很多收入比較低的 家庭已經不敢申請 或者是 直資我不看了 正確 這個你們是害怕的 這個也是因為 跟他要收費有關 因為本身是不需要收學費 現在一定要收學費 那有些 即是給不了學費 我不會來考你的 那如果你說 OK 他直資的方案 那你們說現在是暖龍 因為他的補貼 補貼比較低收入的家庭 的方案又未定 又說不夠 那有沒有說一個方案 你覺得 如果真的可以補貼到這個level 的話我接受 但是其實有很多家長 你一聽到要收錢 他都未聽完下半段 有沒有補貼 他都不申請 那你就將很多 聰明的 但是收入低的家庭 他根本不來申請 那如果你說 小朋友的教育 是父母最大的責任 的話 他們自己失去職 這個不應該賴直資學校 因為有很多未知數 在裏面 舉個例子 就算你學費不用給 我聽說有些直資學校的遊學團 去英國一個小朋友 三萬元 三萬元可能等於一家人 預算去旅行的整個budget 如果你有兩個小朋友 你給三萬元的小朋友去遊學 另一個小朋友便不公道 這個遊學是一個強制性的 不是強制性的 他會告訴你 這個你可以假選擇不去的 但是如果一班有25個同學 你有20個去 那5個不去 就可能被人標籤了 最好就是那20個都不去 我先聽其他擔心 有沒有其他擔心 有沒有一次過聽完其他的意見 你記得是關於直資的 轉直資你有的憂慮 其實剛才所講的 所補充的派結 都是有 科程會更深了 經過壓力轉載到家長 要是小學轉了直資 很可能在家庭背景上 就已經會有個細選 於是大家所謂擔心的 怕變成一間貴族學校 是的 那個貴族學校裏面 就會產生什麼呢 因為同學與同學之間會談談 你那班階層的人 大家很近似的 只是那班階層的人 你們談的內容是說什麼呢 如果我是一個窮等 或者跟你不同的家庭收入的人士 入到來 就算我是成績厲害也好 我的話題已經是不同了 你們去哪裏吃飯 我們去哪裏吃飯 即是不同了 如果你說移動轉直資 就可能有這種階層期才出現 是的 那現在的性質疑犯女子中學 有沒有說有低收入和有高收入的人 已經在這裏 絕對是 如果是的話 只是落到直資不會有分別的 因為同一班學生 現在是不同階層 都是不同 很平均地 你都不知道它是什麼階層 因為它不用收費 它是很公平地入到來的 即是你怕校方會令到學生知道哪個收入 不是 因為他們說小學已經開始收 那小學是怎樣收直資的呢 其實幼稚園就開始了 其實幼稚園就開始了 Play group team Sophia說 一零五歲的小朋友 很難單憑她有成績去考 於是你可能要憑成績以外的一些 即是看父母駕駛什麼車去interview 還有我想是學鋼琴、學跳舞 即是這些他們真的會有portfolio 即是如果我的學校說 我想收一些會彈琴、會跳舞的學生 如果是研製就說不給了 因為公平了 我想我們談到這裏 我還想問一下是怎樣 就是有沒有其他的vorries 有的 其實它的推行手法都很有問題 即是例如我們SA學生會 有個facebook page 是無端端被人delete了 現在都不知道什麼事 即是 我也常常被人delete這些page 是的 即是被人學駭了 即是覺得學校好像 這個就是第二 我們去了第二個範疇 是不是學校了呢 去了第二個範疇 這個就不是轉直肢的範疇 這個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有的 手法 還有呢 理念和可行性 很多學校已經轉直肢 都覺得OK 我們這樣說一點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 直知那個運作是怎樣 我想我給多一點背景 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就著剛才說的幾個憂慮 我們聊一聊 我想順帶一提 其實我今早監製 昨天 今早我們也想請校方的代表來 我們昨天有聯絡過校方 他們就說今天不想來做託 我們拍照門口 對 基本上 他們走下樓就可以了 也不是 這裡是後門 走下樓也是 不要緊 我亦都相信有部分的校董 同學 同學未必看到 現在上課 但我知道很多人今早都在看我們網站 www.hk 但是我想說多一點背景 接著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就開始 剛才比較多關心的地方 首法 課程 歸族 文化的問題 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 其實基本上 沒有直知制度之前 絕大部分的學校 不是官校者津貼 當然有小部分是私校 但基本上 所謂不是官校津貼 其實絕大部分是津貼 這個制度有什麼 最大的不好處 講回N年前的教育改革 就是津貼學校很多事情都被政府管得好死 管得好死 所以要在裏面做一些轉變 或者一些不同的事情 會比較困難 所以其中引入了一件事 會否有些學校願意自決 自決那個自治很複雜 怎樣自發 自決之後成為直知 政府就不是按人頭津貼它 而是一筆錢給它 然後它便可以自己來定一些學費 政府可能有些監管 大家如果記得 審計報告曾經說過 某一些直知學校 他們便沒有履行和政府承諾 譬如一些津貼他們沒有避出去 譬如真道輸遠 差不多儲了一億 有很多問題 我不是針對真道 這些是實際報告 事實 就算出完審計報告 那輪的風暴之後 都還有學校轉直知 剛才都說過 協議是其中一家 你們也在想 所以我說現在是第二階段 大家吸取了這麼多教訓 為何還有學校 這麼想轉直知 他們一定有很大的欲望 當你有這麼大的欲望 這麼大的推動的時候 擔心那幫人也會同等這麼大的 我們想問一些 是的 所以你問那個問題 我們休息一下15秒 OK 要不然我們YouTube的影片 就會太長 這樣就看不到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15秒 我們回來 這次輪到給阿孫拍問問 你們回答一些問題 就是他也有些事情不明白 為何學校覺得 其實我也是想做一件事 是幫學校的 為何你們會這麼擔心 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何你的網站 或者Facebook會沒有了 但是如果單純的 這樣撞下去 我不知道撞到什麼時候 其實這件事很撕裂 我也不需要很何諧 但可不可以大家理性一點 大家理性一點去談 其實今天你們很理性 有論點 有論據 有歷史背景 所以蘇柏文有什麼不明白 待會讓他們先問 然後你們去答 為何 其實明明校方想做好些事 你們會這麼擔心呢 可能這樣講完之後 他們看完之後 他們會 可能會多一層的東西 會諒解理解你們 繼而可能會有些不同的想法 剛才我還講漏了一件事 就輪到我問的 就是說 中學和小學轉直支 是不是必然一定要轉的 我想問 是不是中學轉小學 是不是一定的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可以分開轉 如果中學轉小學不轉 你會否接受呢 我都想你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會不會這個你們都反對 還是其實這個可以研究呢 因為我不是說大家 我不是代表校方的 我只是說 原來你已經想過了 那又不同 你們想過所有的情況 又能力一點 說話又再有力一點 所以這些問題 我覺得是 可能報紙不夠版位 寫得這麼深入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形式 去談得仔細一點 好嗎 那我們回來給宣派問問 我的問題 可能去到較後部分再談